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1273集 鸡家的人却笑了 有不少老古董摇头 说不要当真 那是弟子年幼时听到的早已模糊 直到他作画时才自语出来 被后人所记 有些已被证实 不少都是虚空弟子 而是听到的故事 不是真实的 有据可寻 天庭之战 叶凡自语 并没有因他们而动摇心中的一些想法 在地球上 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还有一幅残土 翻阅到最后 他们见到了一角山河图 刻有一座大月 并无文字 叶凡与磅礴面面相去越开越像 有些像泰山 这是弟子在作画前 以心中模糊的记忆描述 所想 所绘出的山月图 泰山号称天下第一山 古时被视作太阳出生万物发育之地 史极有计山莫大鱼之 是莫古鱼之 老子西出汉谷关 驾牛而行 却离开了地球 足以证明许多传说是真的 你说的老子 可是一位骑着青牛的老人 鸡家之主忽然问道 不错 我曾见过 鸡家之主开口 叶凡与庞博呢 将口中的雾道茶水 噗的一声都喷了出去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着实吃惊 美丽的侍女急忙上来收拾 我幼时见到祖老迎进来 这样一个人 非常的礼敬 鸡家圣主到来 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 他还年幼 对于族内的贵人 也只能远观 不能多说什么 事后得惜 那是一位深不可测的人 专为拜访虚空大帝的传承而来 说起域外来 倒是发生过数起 一位活化师说道 如果是过去 他们根本不会说出这些秘心 而今 叶凡足以与他们并论 且本身来自域外 故此才有了这么多话 想要共谈 几本古籍被送来 可惜难以看出头绪 不知那几人来自哪一片古星域 不像与地球有关 乃以摸索出线索来 我真的想 立刻回到星空另一段 叶子 你说我们能不能挖出 天庭的碎片与遗迹来 这个 还真的说不好 叶凡摸索着下巴 最终 叶凡他们向鸡家请教 鱼化仙谷究竟在何方 被告知 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在一片大荒中 西年 鸡家一位神王 曾进入过荒谷禁地外的仙宫 得到了机缘 最终 被传送进羽化仙谷 才知晓那个地方 紫月 你可以与他一起走 家中有我 你无需顾忌 在无人之时 鸡浩月对自己的妹妹说道 鸡族 一位活化石路过此地 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也没有反对 反而开口称 若是真能前往星空另一段 必有回来的办法 一行人离开了鸡家 前往羽化仙谷 叶凡想去见一见鸣家 不知道而今他怎么样了 不能忘记一些往事 一群人来到这个世界 其他人为何总是不羡呢 让他心有疑问 真不知他们在做什么 分散在何地 磅礴自语 当年 我们一共几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 应该是十六个人吧 是的 在营获古星 在古关中死去了十几人 只有十六人活着来到这个世界 其中刘云志李长青 王燕害我们不成 刚来这个世界 就死在了 环谷禁地外的虎穴内 他们被燕帝的六个洞天福地 带走去修行 其中有三人 未过几年就逝去了 一人练功出了问题 一人外出时被人杀 一人采药 被一兽撕碎 而今真正活下来的只有十人 李小曼反目 成为大敌 张文昌身在捉风 柳依依进入瑶池内 凯德被一位老僧杜走 成为佛门的护法金刚 另外几人 周易 王子文 林家 张子凌 一直未宪 不知他们有怎样的际遇 你确信 除了我们这些人外 营获古形 青铜古关内 以及来到这个古形后的 其他人都死了吗 庞博沉思 没有立刻回应 我始终觉得 有一道鬼影 站在黑暗中 注视着我 叶凡自语道 东皇 顾名思义 地处东部浩瀚无垠 因多大荒而闻名 是其名字的由来 细分为南域 中域等地 这是南域的一处大荒 地域无疆 山川壮阔 原始林木密集 数十万里不见人烟 少有人涉足 叶凡他们一行人 深入荒山 也不知道行尽了多少里 按照自鸡家得到的 一片地域山河图 寻找羽化仙谷 这数千年上万年 人际罕至的地方 长有不少 吸着药草 运气好的话 也许能挖到药林 极其古老的 西游宝药 前方 一片蘑菇云升起 而后一道道 黑色的天节降落 将一片沼泽淹没 那里出现了一条 黑色的大鳄 像一片乌云一样 遮住了天 什么 那是斩道之节 黑黄吃惊 前方那是一条 了不得的大鳄 通体乌黑 斩掉了自身桎 将要进入王者之境 谁也没有想到 深入大荒中 不久就见到了 这样的存在 一只异兽 将迈过许多教主 终其一生 都不能达到的高度 众人没有临近 在远处观看 坠头黑色的神恶 扬天咆哮 吞吐光滑 奋力对抗 周围的山岭 都倒下去了 而沼泽也被 蒸干 称为硬帝 一个时辰之后 天节越来越可怕 嘴中轰得一声巨响 一片黑谱垂落 大鳄凄惨的 叫了一声 身子炸开 可惜了 再有片刻天节 就要消失了 他失败了 到头来行神俱灭 猴子叹道 天节压天 黑色的大鳄 炸开 血肉飞溅 鹅骨内一条小鳄 飞出 那是他的神石所化 然而 却在黑色的天语中 粉碎掉了 在大荒中 这样的事不足为奇 常有古兽杜劫 失败而死 尤其是数万年 没有人踏足的密地 其实 人类也一样 但凡修行者 都要面对 有不少人在进军 更高层次的道上 倒了下去 成为散落的白骨 只不过 与这条黑色的神恶一样 无人知而已 他们 沿着一条古路 进入原始山林中 穿过了一片片灵谷 进入了这片大荒的腹地 咻地一声 一道金光 一闪而没 那是什么东西 叶凡神色一致 觉得方才 有一种冷风 袭上了几倍 生出一种 不好的感觉 李天说道 像是一条小龙 追出去很长一段 一无所获 应该是闪电鸟吧 他们拥有天下急俗 若是一只闪电王的话 小叶子 你的行字绝不进一步 都不见得能追上 但愿是吧 叶凡没有多说什么 他们继续前进 远处 噼里啪啦的 点光冲销 景象恐怖 云朵都被染上了金色 传来阵阵声响 他们快速地向前跑去 越过一条大峡谷 飞过两座 耸入云层中的大山 终于来到了现场 前方寸草不生 有一座石山 缭绕有一条条金色的电芒 景象非常神秘 赤胜夺目 在山巅上 有一座巨大的鸟巢 各种电芒 正是从巢穴中垂落出来 成千上万缕 如一条条金色的瀑布落下 这是什么潮 像是一个神鸟窝 不会有仙针吧 竟有这种异象 黑黄忍不住了 要不是磅礴死死地按住了它 说不定已经窜上去多宝了 不对劲 鸟巢中有活物 他们感受到了生命气息 飞上高天去观望 多人是一惊 一只形似黄鸟一样的存在 正在画道 各种电芒 都是它发出的 一条条道文 密布巢穴中 金色的闪电 缭绕了山体